好的各位好又到了周五的时候 欢迎您又一次的来关注到我们的敬业军居处 先请您一键三连好吗 开启我们今天对于国际局势的关注 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依旧是要来说一说金门海域 可以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消息 金门海域又有中国的渔船翻覆 这一次又有两死两失踪 世界上我们在密切的关注着 但是对于金门的关注似乎让我们平静不下来 上周我们讨论到了刘武殿航道 今天其实依旧是我们的主题 以及在过去几天之中 在台湾当局有更多发酵以及表态 我们看到海委会对于刘武殿航道 有前后不一的表述 而管贝林他的发言 似乎我们可以联系到的是 肖美琴低调赴美形成的几个节点 今天我们来顺着这一条思路对比一下 之前我们往天上看M503航道 就引发了一波讨论 天上的海里的 是不是在未来两岸之间的默契 已经在逐步的被打开了呢 我们有请到的是张静老师 开启我们今天的静夜进居处 张老师您好 您好吴老师 那个很高兴啊 我们在跨过赤道今天来跟各位联系 其实吴老师刚提到 是充满了智慧的一句话 就是说M503那个事情 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降温也落幕了 但是显然我们这边没有从M503那边 取得教训 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所有的无论是航空也好 或是航海也好 这个安全是大家所共同重视的问题 那我觉得今天2月14号 这个执法意外的事件还没有落幕 现在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然后在东帝岛外 又发生了就是淤山沉没 但是我们有看到正面的迹象 我们也有一些负面的关切 正面的迹象就是证实两岸海巡的专业 上面的构联专业的相互面的合作 并没有因为政治人物的胡乱搅局 完全破裂 所以这一次的东帝岛外海 这个大陆渔船的沉没 两边共同的搜救 而且也有些人不幸罹难 然后我们这边救起 然后再将大体交还 也就是两边做事 这是我经常讲的 要能够有来有往 有商有良 这样子才能有共同打击犯队 以及要共同去搜索救难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见到正面的信号 就是两岸的专业单位 以海警跟海巡 之间没有说因为海巡执法 产生这个意外 完全在专业的这个层面上断掉 即使政治人物在那边穷脚活 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讲 它并没有就是因此 而将专业的素养完全牺牲掉 第二个我必须要再讲 就是说我们2月14号这个事情 现在谈判显然是经过15个回合 显然是遇到的僵局 但是有没有继续转环的空间 我觉得大家应该就要去思索 但是我们丁是丁某是某 就是说这个April and Orange 两个不能混为一谈 那在台湾这边有些人 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就是因为14号出的事情是意外 这个是大家不能预期的 那24号是基本上是排定了 就是说那边大陆宣布 说是要去开始这个所谓的苏郡 或者说轻淤这个刘武电航道 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是大陆刻意的政治安排 但是我也必须要这边 就是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有哪一个人可以事先就是说 想到了说是今天这个意外事件 然后两边谈到僵死不下 立刻调来一堆的挖泥船 然后就在这边就宣布 说叫这个就制造出来 要轻了刘武电航道 我想这个事大家 就是稍微有点基本常识就知道 今天不是沙门港一天到晚 会有这些轻淤 或者说是缩碟苏郡的船都在 这些船只经常是整个 在福建海事局从南到北 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港 所以一个一个轮流来做 只是这段时间是把排到了 这个就是沙门港 你说这个2015年 也就是民国104年的7月 我们的时候就已经 有三个单位合在一起 公布了这个航道 当时是由交通部火防部 以及当时直属行政院的海巡总署 会宣公布了这个航路图 总共画了9个点 大家也看过那个地图 有A1一直到A5点 B1一直到B4点 总共有9个点这个航路图 是清清楚楚 然后到了12月的16号的油交通部 发布了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里头 这个特别讲就是真正的启动的日期 这个启动的日期基本上来讲就是 这个启动的日期就是17号 所以这个既然有发布的公布 你说他已经开放了启动 然后说今天正正有时说 他这个虽然开放了 但是没有实际的运用 你要人家去相信 我觉得实在是很困难 哪有可能放着河水不洗船 放着航道不需用 而且每天进出沙门港的各个国际的商船这么多 怎么可能有开放一个航道 然后摆在那边前置几年 这个是简直是不可思议 事实上来来往往的商船 在过去几年之中一直存在 但是现在根据当时 这个政府的公文书 公布的这里头是讲说 开放客运跟货运 那时候是最主要是考量到两岸的 这个大山东跟小山东的这些航路的安全 所以根据那个办法开放了 那你想想看两岸之间的大山东跟小山 大山东这么久了 这个来来往往的船只这么多 怎么可能不会用到这个航道 所以你今天睁着眼睛在那边讲说 这个航道开放了但是没有启用 而且说现在因为当时开放的是客船跟货船 那你现在这个就是清淤或者这个书军的船 这个船不是属于客轮跟货轮 所以它不能进来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清淤船它是不是也是货船的一种呢 不是 它也不是客船也不是货船 这个话是按照公文书讲起来 这政府的公文书讲起来这个有词 可是它是不通人情的嘛 对不对 你今天说我今天这个山是我的 这个山上你要借到 我给你开一条路 就这个路上长了很多的树枝 又是有这个土石崩下来 你说我把这个路清一清 然后来把这个树枝修剪修剪 这是人之常情嘛 那你今天咬着这个机子不松口 你就讲说这个是不属于 那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心态呢 基本上认为就是拿这个东西去将军 然后卡关卡住了之后 就可以想办法施压 希望2月14号那个地方 你那边不松口 不让步 我这边我就不让步 张老师我想先来打断您一小虾 不好意思 因为我意识到有很多朋友 可能对于刘武店航道的这个概念 不是非常的清晰 我给大家稍微的咱们来回溯一下 好不好 我们有一张图 其实这一张图非常能说明问题 我觉得可以放大到屏幕之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有红色的线 有蓝色的线 在这个其中 我们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 禁止水域 包括限制水域 虽然在2月14号金门的事件之后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台办的表述之中 就是不存在 对吧 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条线 这一条线直至 叫做刘武店航道 大家会看到红色的圈圈 蓝色的圈圈 它是穿过去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轻鱼船出现之时 当这一条线可能会更多的被搬到桌面上之时 大家出现到了一种担忧 所有的禁止的限制的等于相当被切断 或者是说被开开 而在这一周之中所有的书卷船继续的在运作 并且体量越来越大 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在这个两岸之间 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 包括海委会 短时间之中上午下午 它的表述其实是不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张老师给大家回顾了之前很多的法案 法规在2015年的一些定义 现在我们继续回归到这个话题上 不好意思张老师刚才打断您 因为我怕有很多朋友就听得引力物理 我就跟你讲 2月14号这个事情出来 随便台湾的应对 就是政治人物出来 他就要大陆去承认这个水域 那问题是承认这个水域 那我们回头到2015年的时候 假如大陆不承认这个限制水域跟禁制水域 他会什么 会经过两岸协商 希望我们开放这个水域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管碧林 这个根本就没有去阅读以前的资料 人家2015年的时候 两岸协商的时候 是希望我们尊重我们这边 所以希望开放这条 那我们也经过协商 也去化界也公告 然后来开放 那请问一下 大陆这个是不是有承认 我们的限制水域跟禁制水域 这一些都是禁在不言中 而且你去看看马祖那一带 相关的各个地方政府就讲说 不要去进入马祖跟金门旁边的敏感水域 他不可能按照我们的公文书来讲 那问题是今天要经过我们 要跑来跟我们商量 然后按照我们化界的 然后根据化界的地方去不浮标 所以你今天非要咬着那个机子说 你一定要承认我的这个水域 他们当年2015的时候 这个不承认 那我今天只能讲一句 不承认来跟你商量什么 所以我今天在讲 在马政府的时候 一切欲行无碍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也在这个水域里都吃法 这个水域 这个金马外岛水域是大陆化的内水 大陆也都接受了 但是你今天非要把它摊出来 然后你要你要这边 好像化疆设计 然后是如何如何 按照大陆基本上的敏感度 他绝对不可能去承认了 也就是说明明2015年 一切竟在不严重的事 你个250去在那边去讲 说你一定要是如何如何 一定要去承认 所以当场被一巴掌被诸过来 这个2月就是15号之后 就是这个发言就一巴掌打回来 这就是说自己没有搞清楚 人家2015年的时候来跟你商量 那个一切都尽在不严重 化也是归你化 对不对 也不是大陆自己化 而且我们还公告 大陆也按照我们的公告的 然后去来做 要清淤也按照我们这个化的行为 你还要去证明什么呢 对不对 这就是跟你讲 管毕临自己学艺不经脑袋不清楚 对不对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上次有分析过 202月14号之后 隔了6天2月20号 美国的白宫跟这个叫做国务院 才不痛不痒 就讲不要采取这个单方面改变 现状的行动 但是根本知智媒体说 这里头限制水域 禁制水域如何如何 对不对 因为美国不愿意去搞定这个事情 在台湾有一位美国朋友叫方恩格 Ross Bangle 他在台湾住了很多年 也在香港新加坡工作过 他对两岸的事情是很了解 他就直接写了一篇文章 说美国会去淌这个浑水 也不会去干涉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绿营应用了个半天 突然有一下 管毕临就突然放软了 我们承认错了 说这个叫做这个没有录影 实在是想不过去 我们一定要改进了 我在这边也道歉如何如何 他为什么放软 你早干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多事情 就是这个太晚了 对不对 那您说这个算不算叫 占便宜还卖乖 我说您说这个事情 是不是算是占便宜还卖乖 然后到最后 其实反而是把所有的 一点点的默契 不是 这不是占了便宜而卖乖 这个是说你根本脑袋打铁 没有知道应该该去做什么 你这个做什么事情是人性 我们做事要凭人性 对不对 这个人命关天 人死为大 你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把态度讲迷 该追究责 你执法再怎么样 有道理 你把人家搞出了意外 对不对 至少这不是我们希望预见的 你这个态度要把它表现出来 你要该道歉 你道歉 结果人家又把它 揀出来一个事情 说什么 说肖美琴从这个华盛顿离开之后 六七个钟头 你突然这个道歉 这中间 这是照我的讲法 这个水很深 前后态度的变化和肖美琴 整个的形成很有关联 有猫咪 有猫 有遐想空间 是吧 因为其实这一次 大陆的讲法 就是这其中有猫咪 对不对 那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你今天 现在又把刘五殿这个东西 去卡着这个 我觉得要这样 我们大家横经论里来思考这个事情 M503这个事情 这个大陆去宣布了 这个W121 122 123 就是恢复 就是说他原来 我们现在就是自我节制的不向东 现在要向东 前见这个M503 M503它的偏执也取消掉 一切就按照他原来的设计来执行 我们还在这边 哇讲了各种的表达不同意 如何如何如何 现在M503这个事情 是不是几乎已经消音 也就温度都过了 但是我们仔细要思考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 没有从中间去学的教训 最重要一件事 今天M503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 在飞那个上面 这个行过M503的 有十几个国家 这个国际的 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空运业者 有哪一个空运业者 去深远我们的立场 支持我们的观点 当然是没有 对不对 绝大部分 说根据开放了503 就是这个就是飞安的状况 这个就是说安全性提高 大部分人都在鼓掌 那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讲实在话 我们就说这个要搞斗争 你想办法去争取多数嘛 对不对 结果你搞了半天 所有的空运业者 全部站在大陆那边 没有站在我们这边 那M503你搞的这个样子 你都不能从中去取得教训 今天这个刘五电航道这个事情 今天这个航道去 数据去整理叫这些 全部这些东西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目的就是你知道 这些的目的 就是要维护航运的安全嘛 对不对 那在维护航运的安全的状况之下的话 那个国际航运业者 对不对 这个额首称轻啊 都啊 这个来不及 哎我我也 这个吴老师我也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天下事就这么巧合 这个惊吓水域啊 真的是既惊人又吓人啊 惊吓水域已经快变成啊 真是这个让人吃惊 又啊 这个吓到人惊吓水域 张老师谐音梗是要扣钱的 谐音梗是要扣钱的 惊吓水域 惊吓水域 您这个联想太好了 确实我能理解你所说 这个惊吓水域这个事情啊 你要真正呢 不去修俊 这个书俊呢 不去清淤 我跟各位讲 大家请到网路上去查一下啊 厦门惊吓水域 或者惊吓航道 拿它当关键词 然后呢 再加上这几个词啊 搁浅 触礁 蹦撞 海市意外 我就可以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找出一大堆 也就是说那个航道啊 本来就是非常狭窄 而且危险性就很高 但是呢 它又是通商大渠 为什么呢 厦门呢 很多年 就说自古以来啊 就是对外的航域 然后呢 我也必须讲一句啊 这个不客气的话 你知道啊 这个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沙头的生意啊 你知道富贵显中型 对不对 所以这些啊 海域业者都希望啊 这个因为说 这是通商大渠嘛 对不对 所以厦门开港之后 现在开了好几个码头 那我们今天去想 今天去改善这个航道 假如按照我们公文的字面上来讲 你当然可以正正有识就讲 说啊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如何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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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讲 对不对 你当然可以讲得很了 我说我只开了客轮 我也开了货轮 但是呢 你这个挖泥船这些东西 这是不在里头的 对不对 有什么事搭来商量 你的感觉是将军 把这个大陆给将军了 给卡死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 我要今天啊 再仔细想一想 你站在国际航域业者而言 你开罪的是谁 对不对 是打一方开罪的这些航域业者 这些航域业者是跑大陆的生意 也跑我们的生意 用这个航道来的 也有我们台湾的船 对不对 两边呢 这些因为小额贸易 也有直接直航了 这个萨门 我们呢 去改善这个环境而言 因为当年啊 2015年我们之所以同意开放 因为刀切购乎两面光 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大陆受益 也是我们那边受益 那上面所执行的是两岸直航的办法 对不对 定了这个办法能够是有道理 然后这个有这个刘武店航道 这个刘武店航道不仅是大陆啊 进出啊 商船啊 要用也是我们呢 要做大陆的生意也要用 所以你今天这是不是搬石头 砸自己脚 我们面对啊 台湾呢 今天要能够在国际社会跟 这个接轨 他重点是什么 他的重点就是啊 这外贸 外贸要靠谁来挺 要靠国际行业业者来挺 就你今天所做的所作所为呢 基本上来讲 你是在开罪你的 这个最能应该要帮你的人 那M503的航天之中啊 搞得所有的空域业者 站在大陆那边 今天呢 你用这个去卡着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大陆好像卡着这个 萨门的港务局 好像是很有办法 对不起 萨门港务局 今天啊 那个就是2月14号的 那个人 是在泉州的来的人啊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说今天啊 对着 就是说现在啊 这个就是绿营啊 面对大陆的政策啊 对抗啊 的思维啊 已经啊 让自己都对抗昏了头 对不对 你要去啊 这个对着这个萨门的 这个港务的这些啊 一个机遇的事情 你认为就可以让他去压迫到 让啊 这个在泉州那边的家属 或者怎么样 去让步 你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嘛 对不对 然后你搞到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业者 站到啊 大陆那边 请问一下 对我们而言 有什么好处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啊 今天啊 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 要从国际的航运的这个就是利益这个角度来切入这个事情 对不对 假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讲实在话吧 人家讲说我们要搞统战 你要争取多数啊 对不对 你要争取这些人站在我们这一边 你今天这种做法是不是逼得把这些啊 所有航运业者都是站在大陆那一边 对不对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去清那个清淤是就是说对于航运安全绝对有帮助的吗 我再强调一点这个事情啊非同小可 而且要非常严肃 各位啊 观众朋友好好上网去查一查 那个惊吓海域啊 真是啊 这个又惊又下啊 你知道啊 惊吓海域真是啊 触礁啊 这个叫做触礁搁浅 撞船碰撞 那个那个多起很多的案件 甚至有些啊 还可能会啊 变成了这污染 就是说因为船上会漏油啊 因为蹦撞漏油 但是我又要讲一个 从另外一个从生态的观点来讲 这个天下什么事情啊 做起来都有啊 输家赢家 对近海捞捕打鱼的垂钓 这些人而言 一个挖泥船去那边把那个沙嚼起来 然后去抽杀 对不对 是不是会把鱼一些东西都吓跑 对不对 对于打鱼的人 他当然是觉得这个不太好 这是会有嘀嘀咕咕 因为你在轻鱼作业的时候 会干扰他的作业嘛 对不对 你知道会让他影响他的愚获 这是近海的那一边 可是从另外一点啊 两岸啊 无论是萨门那边或者金门这边 都有养那个所谓的牡蛎的 你知道都有这个养这个所谓的 这个养殖业者那个搭架子的 这些搭架子靠的是什么 就是海底的那个营养的物质 你今天搅获那个沙搅起来 然后那个营养物质就东飙西飙 然后那些牡蛎呢 就有更好的养分 那那些人啊都在那天天在等着 希望你去搅获这个沙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今天子宜去想想看 这个大家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吃海产 你去看看大陆有很多人在那个海湾里头啊 去养这些牡蛎啊或者养这些水产啊 也有养这个海参啊这些 这个就是吴老师来自北方 对不对 你们北方天津的一带也有养殖 是不是河口的地方大家都在抢 海湾没有没有河住进去的地方 大家都不要在那个地方搭架子 搭架子都是希望河冲出来的地方 本来萨门就有那个江这样冲出来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对不对 可是你他万一瘀了之后 营养的物质就没有那么丰富 对于要养殖叶子而言 那环境呢条件就不好 所以呢三不五是去清这个瘀啊 或者说是这个数据呢 养殖叶子可是天天在盼望 就这个巴不得你去搅获一些这些泥沙 也就是把这营养物质 因为他本来就是靠啊 这个就是说核啊 将这营养物质从里头啊 这个带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讲说长江口 对不对黄河口 或者说是这个珠江这个口 对不对 这个珠江三角的时候出来 这个地方都是广大的渔场 这就是啊都有这道理 所以我们今天去评量的问题啊 要从很多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 这不是一个用来啊 去捏住啊大陆的这个 就是好的那个手段 第二这个手段 是啊你是会惹起啊重怒 最后啊得不偿失 嗯 非常感谢张老师 刚才您的这一番分析 这一路听下来 让我有一个这个串联的一个联想啊 从最早的4月12 2月的14号 在整个的金夏海域出现的问题 到M503的空中的这一个航道的世界 再到现在似乎有一种越是情绪紧张 就越是自乱阵脚 自乱阵脚就越是要对更多的事情较真 因为上一次刘武电航道 在上一期的节目之中 呃张老师您其实是有介绍的 平时的使用也已经是司空见惯对吧 那在这一次越较真越出错 越出错越会在国际的已有的理念之中 就会站不住脚 那那岂不是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您认为在接下来对于整个 包括金门的金夏水域 会不会有进一步发酵的一个可能 或者是说空中的现在海上的 未来还会不会会有更多 我们可以预见性的这个发展的 这个默契的不在呢 我想啊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今天啊去绿营要执政啊 我想有几个东西要注意 第一个不要成口舌之块 那很多的口舌之块啊 你都压缩未来要两边 可以要真正理性对话的空间 你在那边要讲个教皮话 你这个选举时候讲些啊去撒头血啊 讲些乱七八糟的话 这个好你在搞政治 但是呢你真正在办政经时的时候 真是嘴巴不要去讲口舌之块 尤其啊言语啊伤人 那个实在是没有必要 第二 我觉得这个绿营啊面对大陆啊 这个你说他不紧张那是假的 但是呢我觉得啊他应该要放弃掉啊 所谓的这个叫做这个零和思维 也就是说他不要认为啊 他今天能够卡住啊 这个就是说大陆 他就是精神胜利吧 就跟那个阿Q正传一样 你知道我让你难过我就爽 这个是不对的你知道 而且呢要尽量去要思考 有没有刀切斗火两面光能够互利双赢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形啊 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去啊 这个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假如都是啊 样样都是我赢你就是代表你输 你赢就是我输这种啊 所谓的零和思维的话 我不认为啊绿营执政能够有任何的机会 去改善啊两个岸的空间 第三个呢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 而我们呢在台湾也有我们啊 在这边中华民国自己的利益 那大陆呢在北京也有他北京的看法 我们本来就是啊会存在立场不同 有很多不同的旗舰 如何去啊相互啊去啊调和 那这个就是说绿营有很多人 有不适计的想法 认为美国会对啊台湾的啊 这边啊去采取任何动作 这个无限背书 最后啊这往往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而且美国就是啊 因为吃定了台湾 有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呢又让你啊这个开放啊 来吃那个瘦肉精的肉品 又是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嗯对不对 就让我们呢在那边啊 这个丢亏又卸下 然后呢事实上呢 美国也没有啊多啊任何一步啊 就是啊去啊这个支持我们 这个在啊那个选举之前 我们在这边啊有一位啊 这个就是这个政论节目的 也不算政论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他经常啊是一些啊演那个协星 就过来他做了一个这个访谈节目去啊 问那个孙小雅AIT在这边代表 就说哎我们啊是个盟友 那个孙小雅老实不客气啊 一秒钟都没有啊暂停 就是不是你知道那最多我们是伙伴 那那个盟友要必须能够啊有签啊 这些条约 所以我就知道啊 就是说很多啊绿营啊对着啊 这个美国就根本就是啊 这个一厢情愿的这个想法 这些啊东西啊我觉得他真的应该思考 我觉得能够把这事情啊很冷静的看出来 我刚刚有讲过我们在台湾这边有位啊 这个Ross Fanko这个班格先生 他很啊诚恳啊写了啊这篇文章 这位美国朋友 他一直讲说美国不会去啊 绞尽这个事情 美国啊对这个事情也不会去啊表达立场 他也不会啊去支持你 他老早讲了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相信 所以呢今天人家啊特别把他点出来 就是啊 小美琴啊 这个到了华府之后几个钟头的时候 管毕临就突然改口 因为管毕临啊突然改口的话 确实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 唯一能够去的连结 可是去那个连结 水可能很深 可是让人感觉上就是这个 总是觉得你今天一切啊 都要去啊看到美国这个风降 那所谓养人鼻息不也就是如此吧 所以呢每次啊 这个就是绿营啊执政动不动就说 我不要去看北京脸色 可是你先去看啊 这个就是华盛顿的脸色 不是啊也是啊 相当的卑微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必须要冷静的去取代 我觉得啊这个昨天我有碰到这个林玉芳 立法委员这个林玉芳啊先生 这个林博士林教授啊 这个我每次叫他林老师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啊今天啊两大之间啊难为小 台湾要是处置的好就会变成左右逢源 但是呢假如搞得不好呢就会弄成啊进退两难 而且呢是啊这个叫做左右夹杀 那有没有这种情形呢 我认为啊今天啊大家啊就是要去思考 这个拜登啊今年是大选年 拜登要急的要去要跟啊这个就是习近平这边通话 人家讲说这个为什么说是这个进程原来大家看不出来的 因为一个是上面是大陆的两会 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啊就是这个拜登那边啊有一个 这个就是State of Union的这个就是两个国会两院 这个合在一起的这个演讲 然后他要把总预算案啊这个送出去 所以呢每个啊就是华盛顿跟北京都有自己的政治进程 两边即使要去啊这个就是对话 我觉得大家今天要特别思考 美国今年是大选年 而且现任的总统拜登他的赢面啊也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这个大家都怕川普回来对不对 这个大陆的网际空间啊虽然有很多人呢很戏灭的 这个川建国同志跟拜振华同志啊 你知道两个人要来啊谁都上都一样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这个政治的算计跟相互的对话之中 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台湾啊去啊 思索这些东西啊也真的要审慎小心 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搞政治啊广洁善缘 对不对 你不要去开罪一些啊无关的人 你今天去开罪这个民航业者 你开罪这个就是民用航空业者或者海运业者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真正上要是就是说你要理智做人啊 否则你逞这些口舌之外天下第一勇是你 你最后你这个前去后宫不是搞得自己更难看吗 对不对 所以你讲到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 我就想到最近呢 那个教宗啊 那个教宗怎么样 这个好心啊对乌克兰那边讲的话 就把自己啊搞得啊真的灰头土脸 我不知道吴老师你有没有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干法 是张老师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刚刚您说到管贝林的时候 我就在想所谓的改口改口啊 我们看到在教宗的白旗言论之后 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反转 先给大家说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首先天主教的教宗方济格就建议乌克兰勇敢的举起白旗进行谈判 才是最坚强的一个表现 乌克兰急眼了对吧 开始召见了梵蒂冈的大使 而之后呢梵蒂冈也是改变了一些说法 但是不是改变了白旗论 而是说啊那你看俄罗斯确实是侵略者 那么在跟张老师讨论过程之中 我才理解到白旗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认为白旗代表的意思 可能有几层的一个含义啊 那么方济格说到白旗的言论 到底恰当还是不恰当 张老师我们说完了这个背景 静听您的解析 我想啊这个吴老师既然起这个头 那我这个等会也跟吴老师啊 请吴老师跟大家要把相关的法律条文要念出来 我们经常一句话叫做跟着感觉走 就是说这个白旗举起来 它其实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意涵 有的人认为这个白旗是投降 那个就是说教宗之所以啊 这个方济格之所以啊 被啊这个乌克兰这么强大的反弹的 是因为啊他提到两个真正是啊 就哪壶不开启哪壶 这个提开了两个次 一个叫举白旗 一个叫做你你必须承认 你已经被打败的事实 那个defeat 你知道那个是真的是啊 就是戳到碰脚 所以啊那个就是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已经到达失去理智的地步 拿出啊当年这个庇护啊这个这个十二世就是面对啊纳粹之后那个去包庇或者纵容漠视啊 这个就是说种族绝灭那个历史全部那个老账翻出来了 可是在这边啊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必须要讲我们对于啊举白旗啊真的是有所误解 举白旗的意思是说 希望能够啊对于啊 因为他要传达信息 他要传达信息啊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要做很多的处置 要去求和 要去啊这个叫协商 要去协谈 所以我在想啊 要在这边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啊 就是凭着我个人的感受来跟大家讲 这个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举白旗到底叫什么意思 这个在啊1899年跟1907年两次的海牙公约之中啊 都有明确的条文 而且举白旗者啊 他要担任一个叫做军事使者 那是一个法文啊 那个意思啊跟那个parlament很像 意思就是说他是军事上的使者 所以呢这里头啊也在啊1907年的这个就是啊第三章啊整个章节有三个条文 就啊完全的规定 占最重要一件事情 那上面讲这个张这个这样啊就特别讲这个flag of truth truth就是修战 所以呢这个白旗实际上是代表修战旗 不讲相关的条文 我请啊吴老师会跟大家啊这个说明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1907年的这个定义啊 第三章的内容它的标题叫做军事使者 我们先来看其中包含的第一小条也就是第32条 个人如果被交战一方授权与对方联系 而其高举白旗前进应视为军事使者 军事使者有权不受侵犯 其陪同之号手号兵或鼓手骑手以及翻译人员一同 张老师我就想到这个叫什么不展来史啊 第33条叫做敌方指挥官无需无条件接待军事使者 敌方指挥官得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啊 避免军事使者刺探军情 若有滥用军用使者身份之情势 敌方指挥官可以暂时的拘禁此人 还有第三条也就是第34条 军事使者如果明显且无可置疑的利用他的地位 煽动或者鼓励叛变 则丧失其不可侵犯之权利 这个呢也就是在1907年的定义之中 关于军事使者一览啊 嗯继续听张老师我们的一个分析 刚刚提到了两国交战不展来史 其实白旗最早第一个世界文明第一个用举白旗的 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是非常古早的时候 然后呢随着这个思路传到西洋 所以今天举白旗这个东西啊 不展来史啊 然后来举 你去啊召详你去劝详 你去希望两边大家啊暂时啊修兵 然后去啊救助伤患清除尸体 然后疏散了难民 因为大家双方交火 有些要民众被困在中间 那是无辜第三者 所以战争没有杀红眼杀到啊 这个不分金红照白 然后不择手段 然后那其与与人寿 人与禽兽合一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他们一直讲 我们要文明交战 也就是道理 人类的文明假如进步 那个旗啊叫 这个Flex of Truth 这个Truth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各位讲 两边啊今天啊 就举起白旗是说 你希望能够截住交战的状态 就是不要继续开火了 然后呢又有好拿 各个几种啊不同的结果 第一个当面的指挥官 就可以决定了 叫做Sysfire叫做停火 Sysfire 停火呢是通常是清除尸体 就让平民离开 或者说是啊就是救助伤患 因为总有人受伤 然后急伤的时候 两边交火之中 你没有办法派出啊 那个就义务兵把它给啊 给运回来 没有办法做伤患后送 所以呢这是其中一种叫Sysfire 第二种呢叫Truth 叫做啊这个休战 休战啊最有名的就是啊 1914年这个我们在以前啊 在节目中有讲过 就是圣诞节 这个到了圣诞节呢 当年啊一支大战开打的时候 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战争会打到这么久 就到了圣诞节啊 这个大家在那个前线啊挖战好对视 这边战好呢 这个传出来是啊 这个就是英语啊 跟啊法语的这个就是啊 耶诞歌曲 对面呢是用同样的曲调呢 唱出了德语的啊 这个歌词 两边大家都很感动 大家都举起白旗 然后呢将啊 武器放下 然后呢说啊 双方啊见面就讲 现在是圣诞节 这是上帝的日子 我们两边就这个能不能啊 就一直到圣诞节过完 我们再去去交兵 说大家好 然后呢这边呢 就是啊拿出了肉干 那边就拿出了香肠 这边又拿出了火腿 这边又拿出了香烟 那边又拿出雪茄 又拿出糖果 就有人又掏出了一瓶酒 两边就在那边啊 互相这个交换 结果呢这时候呢 有人就拿出了一颗足球 你知道两边呢 士兵就把武器放下 在中间噼里巴拉这样 踢了一场足球 这就是1914年最有名的啊 所谓圣诞节的休战 休战是有开始时间 也有结束时间 大家看到这个 Christmas Truth 这是一个非常快智人口 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战争啊 不要最后打到啊 没有人性 其实有这个电影 大家可以找去去看一下 关于这个故事 然后呢 这个后来呢 就是啊 再下来就有啊 我们今天啊 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外交官最喜欢讲 叫做Succession of Hustility 就是宗旨啊 敌意 宗旨啊 敌对行动啊 或者Suspension of Hustility 就是双方的敌意行动都停止 那另外还有一件呢 就是啊 这个叫做 Armistice Armistice 就是啊 停战 各位 我们今天啊 环顾全球停战 但是没有和平啊 协约 没有和平条约啊 必利皆是 二次大战 前苏联跟日本 到今天没签合约 福克兰战争 英国跟阿根廷 只听了前 停战协定 把阿根廷士兵 从福克兰送回去 阿根廷嘴巴也没松口 到现在为止 在马岛上 他也没放弃 福克兰也没放弃 双方也没有啊 这个和平啊 这个就是条约 只有停战协定 朝鲜半岛 北朝鲜跟呢 就是南韩之间 也在这个在联合国军呢 指挥官跟呢 中国大陆解放 这个志愿军呢 这个建政之下 也签了这个停战协定 但有没有和平条约 答案是没有 那个塞浦路是中东非洲 啊这种先例啊 这个多么深属 结果呢 这个啊 叫做 泽伦斯基跟啊 他的外交部长 对这个地方啊 强烈反弹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认定啊 就是说 教宗叫他们 就要放弃啊 这个国土 放弃江湖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误解 但是张老师 教宗他用的词 其实也是 white flag 对不对 对 white flag 就是指教你 不要打了 没有教你说 真正去啊 任的投降 对不对 你去 你举白旗 你可能去招强了 可能去啊 去劝降了 美国啊 在二次大战啊 有一个突出步之战 结果美国有个部队啊 被啊围住了 那个德国人这样啊 炮火猛烈 但德国的指挥官说 我们这样打下去 我们再屠杀 他就派了一个人 举了白旗 然后就过去 然后就讲说 你们要不要考虑投降 投降我们就让你啊 离开 放下5G让你离开 就美军指挥官很有gaz啊 他就讲NAS NAS就是你个蠢蛋 你个笨蛋 你知道我绝不投降 就最后大家 双方继续打下去 美方也损失惨重 但德国人呢 也觉得 哎 你很有啊 这个胆士 你很有gaz 也就是说 今天啊 你啊 这个教宗 他并没有意思叫做 这个要乌克兰认输投降 但是他认为今天啊 你再打下去 实在是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什么时候要终止战斗 三种状况 打赢了 打输了 或者再打下去啊 你划不来了 你能够预期获得的成果 已经啊 这个无法弥附啊 你将付出了代价 所以今天教宗去讲这个 我认为可能是有些用词啊 确实特别讲那个 defeat 你必须承认你被打败了 那个对于话 这个就是说 泽伦斯基政府啊 是相当政治不正确 但是外交部部长呢 你没有搞清楚 这个白旗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 教宗没有意思 要到乌克兰去投降啊 你知道 他只是叫你说 举白旗是希望能够休战 不要再打下去了 但是你今天如此的 言语伤人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乌克兰应该去思考 你今天啊 这个难道就是说 开罪的对象还不够多吗 这个战争呢 自从2022年2月份开始升级以来啊 你想想看乌克兰这个 就是用情感勒索 去修理过多少国家 你不要以为后面啊 有这个所谓的美国或者北约给你撑腰 你就对谁啊 都是要讲话这么不客气 这个是不对的啊 这个思维了 对不对 所以教宗也有他的地位 教宗也不去啊 今天已经算是很耐着性子 然后就啊 这个提出的修正 但是我认为教宗作为宗教领袖 希望停止这些啊 没有意义的这样的杀戮啊 这样子跟着受伤 我觉得他有这种见识 我觉得你今天 你不接受可以啊 对不对 但没有必要反存相机嘛 对不对 承然教廷也有他不甘啊 回首的历史 但是你今天反存相机 这就是成口舌之快 证明呢 你的水准也不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也是觉得大家今天啊 去解读这个 一定要去搞清楚 什么叫做 停火 停火 什么叫做 这个休战 什么叫做 停战 或者说 或者是停止啊 这个敌对行动 甚至还有一句话 这个是因为哈马斯跟以色列 两个现在啊 这个还在作战 之中现在出来啊 这个就是经常出现呢 用的一个词叫 humanitarian pause pause就是暂停 意思就是说 对不起我们基于人道立场 我们也举个白旗 暂停一下 对不对 该侧伤患 该让平民的离开呢 你就让他离开 给大家一个生机嘛 对不对 所以这humanitarian pause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举白旗啊 他代表了很多不同的结果 但是啊 那个到达真正的 所谓签订啊 和平条约 那个是啊 非常啊 遥远之中 你今天要啊 这个乌克兰完全松口 然后啊 去这个就是说 在土地啊 这个主权上让步 我认为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乌克兰要是对这个意义啊 没有办法去认清 对不对 处理的态度又这么恶劣 我觉得是啊 对他们而言是不聪明的 而且这种的做法的话 能给他感觉就是 我非要打到底 打到死 打到什么那样 那请问一下 这不就是克劳塞维斯讲吗 战争最后的啊 这个持续 不是人能够驾驭战争 是战争在驾驭人吧 对不对 仇恨呢 使人盲目 对不对 盲目到最后 你不知道为何而战啊 但是现在看来 在俄乌的局势之上 打下去打到底 这难道不是泽连斯基唯一的选择吗 我不认为啊 任何时间都可以停战 那当然 但是停战之后 你最后 最后你只要拒绝啊 去签啊 和平条约 这个事情啊 就啊 永远没完没了 就跟那个就是啊 这个阿根廷 明明在福克兰被啊 打败了 但是他就是不签和平条约 你知道啊 他就签了一个停战协定 意思就是说 你等着你大英帝国 不可能永远日不落 那有一天我还要卷赌重来 就是不松口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要人家完全松口 你像南海也好 钓鱼台也好 那牛哪一方要松口 所以这个事情 还会继续啊 僵下去 但是呢 是不是大家都有认识 就是说 我们不要借由武力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虽然有他不安的应数存在 但也有他维持稳定的 就是原因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应该这样讲说 你可以不喜欢我 我也可以不喜欢你 但是呢 哇拜托 我们身为文明人 我们必须要学习啊 我们大家如何一起活下去 这个也是给我们两岸一个 这个提醒 对不对 你说这个北京 能够完全满意台北 台北能够完全满意北京吗 都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但是呢 大家做事总是要有来有往 有伤有良 对不对 能够找出一些啊 刀切豆腐粮 就是说两面光的这个 这个就是解答嘛 对不对 你假如样样事情 非要变成你是我 宜你是我活 那这个必然最后要走向冲突啊 是 但是显然 这个冲突而矛盾的世界 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还是喜欢这个 怎么说这个 靠实力 说话 来一平高下 把握自己的这个江湖地位 不然也不会有如此动荡的一个局势了 张老师 我们刚刚落脚点就说到了 一定要比跟你高我低 说到了零和 其实现在很多的观点 真的是如此激进 比方说啊 在这个两会之后 大家讨论到了第四艘航母 甚至讨论到了跟歼35有关的很多话题 我们看到最近在网络之上歼35的部分数据被公开了 网友已经堆砌出来了一个赶超F35的一个大的舆论方向 作为我们的军机处 今天也说一点跟军事有关的这个话题 张老师您认为这个比拼 赶超这词 这真的已经达到了吗 我认为那是超级外行的讲法 因为两军交锋啊 就如两个大的交响乐团啊 你知道是在拼场 对不对 大家是看整体的表现 会不会说今天啊 两军交锋两个交响乐团 你把你的第一小敌情手拉出来 我把我第一小敌情手拉出来 然后在那里击里哗啦我揍个一段 你也拉个一段 然后来平定这个高下 这是不对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讲现代的空战 按照解放军的思想 我不是我在讲说大陆很多的这个网友在那谈这个 根本啊就是这个外行啊 还谈到这个就是啊 兴高采烈 掌握空权 按照传统的杜飞的空权理论 第一源头打击 趁着别人飞机没有啊起飞之前就把他在啊 机场跑道上就要殲灭他 对不对 源头打击是第一个 第二现代空战讲究的是叫BVR 超视距空战 对不对 哪有这些啊近身缠斗 远远啊在那个地方啊 没有看到你就把你要打下来 第三现代的空战都是整体配合 又有啊电站的干扰机又有啊这个就是整个作战的管制机 又有啊相互的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地面的站台 或者电阵系统整个来配合 以后还有无人机的中程疗机 对不对 哪有说是这个J35跟F35啊单队啊这个撂单个儿 我是觉得啊这个做这些啊这个分析跟评论的啊 在还在啊活在啊就是当年这个就是 可能是希腊罗马时代两军啊对阵 主战出来之后两边啊相互啊砍杀 拿着啊这个就是啊马这个在骑马上 对两边来过招 然后来过招完之后再看谁的那个气焰被打下去 对不起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现在啊讲究的是整合战力嘛对不对 所以说两个明明是两个交响乐团在拼场 你在那边说你把你的鼓手出来敲一阵 我也把我的鼓手敲一阵 你把你的小鸡精手出来拉一段 我把你的小鸡精手拉一段 对不起没有这样的理法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也要提醒啊 现代的空战啊不是光比飞机啊要比啊就是武器 因为不是飞机去击落啊对方 而是武器去击落对方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载台能够找真知 然后呢武器能够运用 很可能在别人还不能还手之计 就已经把别人啊给啊击落 所以今天我们讲真的对地攻击而言 你知道是靠飞机去屠房 还是靠飞弹去地对空 不是空对地 这个就是说这个导弹 或者这个就是说去这个就是这个炸弹 或者说对地的这个精密导引武器去啊 这个屠房呢 当然是后者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就是说现况 听到看到美国B1被淘汰了 B1就是要这个专门为这个这个树梢上飞行 突破超音速然后给超低功飞行而设计了 B2隐形的啊逆中了也被淘汰了 可是呢老技福利你知道这个就是B52啊 继续延长哦 那个延长之后服役啊 那个飞机可以啊到70岁还在飞啊 嗯为什么呢 因为飞一趟B52啊成本只有飞一趟啊 这个作战任务跟B1比啊 是啊差不多15分之一 跟B2比啊是20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讲个很实在话 今天啊这个就是上战场打仗 不带着算盘不带着计算机 对不对 谁你就算再财大技术你也受不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把精密导演武器用B52来带 对不对 然后再啊这个就是整个啊长城打击 也就是远距攻击啊就是stand of the strike 远距了打击 那个才是真正的就是效用 所以呢你真正两军啊对抗 你不是说你要有本事 你是在人家那个F35还没起飞 或者歼35还没有起飞就已经把他在 跑道上还没有这个起来就把他打他 对不对 等他起来对不对 这个那个时候就等于说你今天如猛虎出侠 对不对 你今天要这个宰掉那个猛虎 当然是他还关在笼子里的时候 就要让他一枪毙命 哪有把他放出来 然后再去跟他对打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去看这个思维啊 我是觉得我们经常啊 许多评论军事的这个网路上的朋友啊 还是留在那个小流氓啊 或者这个就是小太保啊 这个大家拿出一个啊 小那个弹簧刀去啊 暗像中啊去啊 这个就是拼斗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美国以前有个电影叫 西城故事啊 就是纽约的这个一个歌舞片 就是纽约市的两个小流氓 狭路相逢在那里啊 这个这个平个人的就是报复平和啊 这个个人之勇来去搏斗 但现代战争讲的是组织讲的是体系 讲的是整合对不对 然后战力呢有啊很好的组合 你才能啊制胜啊对不对 嗯是所以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有捧杀之讲啊 大家在关注过多之时 有人自然是期待着更好的战力 更好的武器 更好的比拼更好的超越 包括在这一周 其实是没有在我们准备的话题之中的 说到了高超音速的导弹 其实从2023年我就看到美国有研究在指出 说中国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似乎已经在保持的这个速度是超过着美国的 而在今年的三月的同期 我们看到又一篇说现在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已经超过了美超过了俄 呃张老师我我总是有一个想法 你看像美国在整个的军费之上的投入 其实是非常高的比起中国来说也要高的差不多四倍之多 那么为什么在高超音速的武器之上 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直在delay的过程呢 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啊 那那那您如何来评价就是说现在这个含金量 嗯 美国那个整个社会啊 现在是真的病的很严重 我不但我不是这个我真是要讲句话不客气的话 硬逼着我们啊台积电要到阿里桑那去设厂 啊日本呢隔了一年之后才动手 结果现在熊本的那个厂已经建好了预备要上线 那个阿里桑那的厂啊还遥遥无期 美国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体系啊 真的运转啊 有很多地方失灵的地方 体系运转失灵 整个效率啊整个变差 所以付出的成本就会更高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要去严肃 就是说你如何能够让这个体制上啊运转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今天要讲 很多肩甲利兵啊也要有啊 他英雄有用武之地 我先问嘛 F22强不强 精不精锐 最后呢他唯一的战果是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对不对 实在有没有表现 对不对 他这个就是说各种啊造价昂贵 各种啊这个就是整个这样服役其身 F22都要淘汰了 对不对 唯一战果击落气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去思索 就算是英雄也要有用武之地啊 对不对 是 是的 那同时张老师最后的一个话题 我想就是简单的来问您一下啊 我们看到了包括在国际斯特格尔摩的和平研究所的 呃两个五年的报告的一个对比 他们对比出来在中国的邻国的呃 扩充军备的速度的一个建长 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菲律宾等等 呃在整个北约的六次东扩之后 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担忧包括在亚洲会出现着更多的这个小北约的一个形成啊 包括菲律宾在跟18个国家更多的联系 特别是在防务安全角度之上的一个联通 您会认为这个担心是应该的吗 在整个的中国周边的这一些国家 呃相互防御的角度之中越来越多的一个铺垫 是不是已经在搭建着亚洲小北约的一个雏形呢 我想啊大家要想想冷战时期啊 东南亚公约组织啊 无疾而终 对不对 这个假如啊 那个你说要建立像北约这样子的 所谓的这个共同啊防御体系啊 在冷战的时期你都没有办法搞出来 那你现在啊要希望能够搞出来 这个当年啊在冷战时期 中国大陆跟外面的联系啊 跟联系互动经济的纽带这些 跟现在啊完全是不能比 现在中国大陆的推动一带一路 跟大家相互之间贸易的额度 以及啊就是说以前冷战时期 那些啊就是完全非常的 就是啊壁垒分明的状况之下 你都不能你都让这个 就是说东南亚公约组织 或者很多的联系啊 他都啊流产 没有办法去成立这种像啊 比照北约的状况 都是靠着美国跟啊各个不同的国家 牵双边的风气联系 就是没有办法 讲的不客气啊 就是没有办法武林会蒙围攻光明 啊对不对 就没有办法搞成这个态势 那你今天还想搞成这个态势 最后就跟你讲嘛 就是说我们呢本来啊这个 呃应该这样讲 这个每次一想到这个事情啊 就觉得我们真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啊 我们中国人这个老祖宗啊 你现在所有这些坏主义啊鬼把戏啊 回头去看看当年啊 抒情张仪的合纵连横 对不对啊 合纵跟连横啊 哪个会成有它的道理 哪个会失败也有它的道理 但是呢最主要一件事情 人性与啊现实的利益还是最重要 所以啊每次大家在那边 要在那边讲说要在啊 这个就是什么 四方安全会谈 又是如何这个那个那个 我就讲说啊你们啊 真应该去好好去看一下啊 这个书籍跟张仪啊 这个看完啊 这个半本战国社啊 就已经不要在战略界啊 就已经啊可以是响叮当的人物 你知道假如我把这个整本战国社读通 我保证你在战略界啊 可以变大师啊 对不对 你知道 不要来问我 张老师只把战国社三个字面对了 其实有时候跟张老师在连线之中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我们得静下心来 真的去思考 真的去求真 包括我们从上一周所说到的刘五殿 再包括这一次我们讨论到的 白旗背后的真正的一个由来和意思 我觉得很多事是值得我们去较真儿的 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 今天的一些指教以及指导啊 谢谢您 谢谢吴老师 我在这边也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我们呢 做什么事情 做研究啊 不要狗牵门连子 就皮一张嘴 一定要把相关的法律条文 要用证据来讲话 这样才能利润有据信而有增 第二个老鼠中的珍贵的遗产智慧的结晶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承民立万重要的东西 不要认为古书没有用 好好去念念古书 那个里头都是人类社会 我们老鼠中留下鲜血说 这个就是汇聚的智慧结晶 这个是一定要重视 今天我在这边也祝大家这个happy weekend 谢谢张老师 非常的感谢您 同样也祝福您啊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任何的感想 想参与到的一些话题 想听到的分析 都欢迎可以给我们来进行到留言 一键三连 可不可以帮忙 非常的感谢大家 下一个周五我们继续的 不见不散 谢谢张老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谢谢吴老师